這次學運開始 我的電視頻道也被犧牲掉了 我打開新聞 我看不到除了服貿以外的新聞 我看不到國際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光是這一點 我不說兩位同學到底做對或做錯 可是光是他們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新聞就被犧牲掉了 服貿固然重要 服貿固然重要 可是當他們進入立法院的那一刻 很多的民生法案 不能否認的也被犧牲掉了 民生法案影響我們最多 那個也被犧牲掉了 所以我在我們的認知底下 所有的民主自由都是抗爭而來的 是因為這些先人犧牲了自己 他們沒有犧牲掉我們的未來 跟我們當時的生活 這些東西你不買 你就可以衝進立法院嗎 好你衝進立法院就算了 難道你就可以衝進行政院嗎 行政院是是什麼 是國家最高行政的機關指揮機關 你可以這樣衝進去嗎 長度關身 但是到最後好像 不能是就是反服貿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兩個不能話為一談 不是是兩件事 一個是程序正義的問題嗎 一個是我們服貿到底要不要的問題嗎 服貿到底要不要不是我們的決定嗎 那是立法院來決定 不然我們幹嘛選立法委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學生可以盡力當立法院 那他自己選自己來審法案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選舉了嘛 這國家體制就亂了嘛